欢迎踏入时间的迷雾之中 我们即将启程探索一个古老世界的诞生 一个充满神秘与力量的时代的开端 在这个故事里 每一个创世的瞬间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每一次神奇的呼吸都预示着命运的转变 让我们一同穿梭于古希腊神话的迷雾之中 揭开宇宙诞生的序章 见证了一些早于历史记载 却深深影响了人类文化与信仰的神奇们 你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从一片混沌未分的虚无开始 追溯到万物的起源 在时间的起始点 当宇宙还是一片未被命名的混沌 存在一个被称为混沌的原始空 这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虚空 既没有光亮也没有生命 是所有存在的源头 在这片混沌中自有力量予予 而最初的存在逐渐被赋予了形态和意义 从这无尽的空虚中 首先诞生了盖亚 大地之神 它是坚固大地的化身 承载着未来一切生命的希望和梦想 紧接着 乌拉诺斯 广阔天空之神 出现了 它的蔚蓝广袤包围 并拥抱着大地 形成了第一个界限 分隔了天与地 大地与天空的结合 预示着无数可能的开始 而在这两者之间 其他原始力量也被唤醒 深渊之神塔尔特 代表着无尽的深渊 他在世界的最底处沉睡 而碍于欲望之神恶洛斯 则用他的力量 使生命得以繁衍 万物得以更新 这些力量 与盖亚和乌拉诺斯一同 编织出了一个复杂且神秘的世界基础 为一切后来的生命和事件 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流逝 盖亚和乌拉诺斯的结合 产生了第一代的神奇 泰坦 他们强大而神秘 每一位都拥有控制世界 某一方面的力量 然而 正是这些泰坦神奇中的克洛诺斯 最终挑战了他的父亲 乌拉诺斯的统治 引发了第一次神奇之间的冲突 预示着更加激烈的神话时代 即将到来 在这段神话的开端 每一个行动和决定 都充满了深远的影响 从混沌到秩序的转变 不仅仅是对宇宙的形成的描述 更是对存在本质的探索 在这些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力量 爱 背叛与希望的主题 这些主题贯穿了希腊神话的始终 也反映了人类对于生命 宇宙和自身存在意义的永恒追求 如此 我们的旅程从混沌的虚无开始 逐步走向了有形的世界 这个过程中充满了神秘与奇迹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神和宇宙的诞生的故事 也是关于我们自己 以及我们如何理解周围世界的故事 在希腊神话的叙述中 每一个神奇的诞生 每一次冲突的爆发 都是对存在本身深刻问题的反思与探索 随着克罗诺斯的背叛 引发了神界的第一场震荡 我们的旅程在这里暂时告一段落 但故事远微结束 这只是万千故事中的开端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 我们将跟随宙斯和他的兄弟姐妹们 一同经历泰坦的挑战 探索奥林匹斯十二主神的诞生 和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 古希腊的神话世界 远比你想象的更加丰富与精彩 每一位神奇都有他们的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揭示了人性的深层面貌 如果你对这些故事充满好奇 想要继续探索这些神奇的奥秘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下一视频 让我们一起揭开 更多古希腊神话中的秘密 在下一个视频中 我们将带你进入奥林匹斯圣的黄金时代 见证神与人的交织 和英雄们的辉煌 故事将继续 神话永存 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感谢大家观看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给你带来启发 如果喜欢 请点赞 分享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探索更多人生智慧 下期视频见